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14日星期六 我是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韻》 首先是新闻提到 日澳联手为台抗共 美中紧张关系再升级 俄国侵略华兰副指挥官访问白俄罗斯 已定抗军三成 阿根廷22年通胀达近95% 去到30年来高点 抖音不当追踪数据 法国开重大罚单 美公开510个 不明空中现象通报灌数无解 下面是详细报道 日前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吴公开表示 民主国家绝对不能让中共主宰亚太 并警告说如果中共试图夺出台湾 日本澳洲会防卫台湾 与此同时 美中紧张关系近日再次升级 美国政府政策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 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以此来应对中共的侵略性行为 综合媒体报道 12日雪梨神区报 刊登了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吴 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 山上信吴撤出 日本严重关切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他说我们身处在一个棘手的轮廓间 需要有所准备 我们要确保对手不会低估我们的意志 而且不会高估他们的力量 山上信吴还说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等关键产品供应链 不可或缺的一環 并且位居东海战略重要位置 澳洲和日本充分明白台湾强盛民主的重要性 他还暴衷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经公开表示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北压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 我们不是那种会履服于这种脅迫或恐吓的国家 并指出近期一些试图以武力和恐吓片面改变现象的例子 可能是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 明显意指中共解放军 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中共攻击 他是否预期日本澳洲会防卫台湾时 山上信吴回应他相信会 他说如果发生像我们在华兰所见的明目张胆的侵略 会有大量公众舆论谴责、侵略和很多支持 然而中共驻澳洲大使肖千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这个星期曾经批评山上信吴 说他利用大使职务阻碍中澳发展正常关系 还指日本的军事威胁甚于中国 并警告澳洲不要太相信日本 除此之外 美国方面近日也对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强硬的制作手段 美国媒体Axios这个星期四报道说 美国政府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 加大力度阻止中共的军事和技术增长 以至来应对中共的侵略性行为 报道指出 这个标志着美中紧张关系的再次升级 此外 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征求盟友的意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 在上个月中旬和部分内閣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 讨论如何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 据说 财政部长Janet Yellen要求更多时间和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 研究草案的一些潜在影响 另据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 财政部一直在征求致富以及金融服务业私营部门的反馈意见 目前美国国会两党已达成新共识 由于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具侵略性行为 美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 路透社报道 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国地面部队总司令萨柳科夫 近日率领代表团访问白俄罗斯观察当地的联合部队战备程度 白俄罗斯向来与俄国军方有密切关系 在去年2月 俄军至白俄罗斯境内发起特集 双方被指存在着联合军事编组 公开资讯显示 两国计划从1月16日开始进行联合空中演习 萨柳科夫11日起就职俄军侵略 华兰作战副指挥官的职务 这是俄军在前线作战指挥人士移动下的最新一次调整 华兰较早前警告说莫斯科当局可能准备从白俄罗斯境内发动 新一轮猛攻 但在这个星期 有华兰政府人员一度改口 认为两国联手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并不大 相关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在这个之前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曾准备 将俄国作战人员总数由115万增加到150万 这个意味着俄军正在准备扩大战争规模 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近期甚至有居住在俄国的中国公民收到征兵信 可见俄军扩张的意愿十分逼切 13日俄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波洛夫表示 俄国最快将在今年春天扩大公民征召入伍的年龄上限 将原先的年龄门栏 从27岁上调到30岁 卡塔·波洛夫还指出 莫斯科正在准备将军队人数增加三成 这是其中一个环节 去年10月开始 普京支持俄国国防暴提案 将义务兵役年龄 由现在的18岁到27岁提高到21岁到30岁 卡塔·波洛夫透露 将精兵年龄上限门栏 提高到30岁 虽经历一到三年的过渡期 但是有批评人士认为 这个过渡期只是一个房子 是莫斯科想趁机补充 战事伤亡带来的人力短缺的伎俩 对此 卡塔·波洛夫表示否认 他辩称 移务精兵的人数会按年份下降 精兵数不会造成更多压力 去年2月 俄罗斯徽军入侵华兰之后 派义务役官兵到前线 造成大量人员传失 相关做法受到高度关注 儘管普京曾说 不会派义务役官兵到华兰 但是俄国国防暴之后承认 的确有 义务役士兵派往华兰作战 引发国内舆论花言 西方认为莫斯科在近11个月的战争中 已截选了数万士兵 为了打击国内发布反对意见的群体 新莫斯科的俄国国会下议院 国家院议长玉洛金13日建议 将逃离出国后在海外 侮辱国家和军队的俄国人民资产没收 玉洛金在社群平台Telegram频道发文表示 近来有些我们的同胞认为 侮辱俄罗斯及其居民士兵和军官 同时公开支持俄军纳粹是应该的 他呼吁打击这些人士 并将他们的财产没收 目前无法确定这样的法案是否会在国内提起 在俄军 襲击瓦兰领土之制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史宾洛特表示 27位执行委员当中 大概15个委员可能在2月2日访问基辅 和乌国政府成员会面 士宾洛特说 与会执行委员负责的业务和乌兰相关 包括财政议题、欧盟成员地位问题或能源 这次访问将展现和乌兰合作的广道 以及欧盟对乌兰的支持 发生社报道说 乌兰总统扎联斯基将1月3日将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杰尔 和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开会讨论 援助乌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方式 之前俄国总统府已宣布 三位首长的峰会将在基辅举行 但欧盟理事会尚未证实地点 阿根廷国家统计普查局承认 该国去年全年的通胀率飙升到94.8% 达到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作为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 阿根廷已成为世界上通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过去一年里 阿根廷的通胀按照单周围时间段增加 根据统计机构的调查 去年阿根廷的牛奶单价升了3.2倍 食用油升了4.5倍 糖的价格升了4.9倍 服装和饭店的价格翻倍 在布尔洛斯·艾利斯 阿根廷民众表示 现在的情况让人感到沮丧 又在当地生活的学者对中央社表示 当人们站在货价前看着那些价格 就好像在挑选珠宝一样 阿根廷政府希望 将2023年的通胀下降到60% 在去年 阿根廷央行将主要利率上调到75% 来试图控制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 抖音再次摊上麻烦 媒体报道 法国政府宣布对抖音国际版TikTok 罚款500万欧元 这是因为企业使用不当手段 追踪了用户的个人资料 根据Yahoo 新闻的报道 法国资料监管部门表示 国内的TikTok用户发现 他们难以拒绝这个软件的线上追踪程序 程序过于繁琐 此外该软件还会 在未充分告知用户的情况下追踪数据 这样的行径并不符合欧盟的规定 根据公开条款 网页必须在获得用户同意后再追踪数据 因此TikTok的做法遭到了欧盟国家的惩罚 面对外界谴责 TikTok发言人坚称 这一项罚款涉及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在此之前 印度以抖音获取数据方式 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全面禁止了抖音软件的使用 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 发布公开声明 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 美国收到的不明空中现象 UAP快速增加 而且有一半以上的目击通报 无法获得解释 ODNI公布了正在调查中的510个 不明空中现象案例 其中有366个案例 是在2021年3月以来发现的 这些案例在以往被称为UFO案件 去年7月 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 以上 现象解释 办公室 只在全面调查 与日俱增的不明现象目击政治 但到现在为止 仍然有171个案件 没有获得任何归类和解释 ODNI发布报告说 在某些特定案例中 不明现象存在不尋常的非行特性 还有极其特殊的表现能力 政府部门需要继续分析他们的情况 在上个月 五角大楼发布相关简报 期间美国国防部次长穆特里 拒绝承认不明空中现象 和外星生物的关联 同时 国家情报总监承认 美国空域的飞行员开始频繁 通报类似的不明空中现象 更多人并不认为 这种做法是不会被人理解的 这导致相关现象的档案 比两年前翻了三倍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这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